光潔 一個這樣辦旗 然後在國內 然後你說就是昨天嘛 那機關學校這些 但國民黨也這樣辦旗 那這樣辦旗 但是裡面就出現 剛剛講說 好你說像張亞中老師 像好那個葉慶元啦 那這些人 朱祖傑 就直接講 為什麼要跟著這樣辦旗 為什麼要這樣 這朱立倫能不能管得住啊 看樣子 每次都是原班人馬要到旗 今天換了一個葉慶元 馬英九還沒有到 真的馬英九趕來 這個每次都是原班人 本來一個不會惹事的一個事情 那就沒想到變成又轉移到國民黨這邊 惹了一大堆事情 為什麼 你知道第一個跳出來葉慶元 他在網路上 很多人就洗他的板 就是說很多人對他的這種言論 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我扭心自問嘛 你現在不要再停留在那個什麼 清華史啊 然後什麼慰安婦啦 當然就是說 你慰安婦這個情節 一講出來的時候 會激起很多仇日的情節 但是他要不要討功 他當然要討功 這幾十年來 我們也都該努力都努力嘛 那裡面還在數落這個安倍晉山 那時候第一任首相的時候 這個參拜靖國神社等等 那就裡面夾雜了仇日 跟遠古的這個歷史的那種情節 然後在本來是應該是說自哀的 他們會變 我用比較重的一點之言變鞭屍了 你沒心自問嘛 我們的現實的狀況是什麼 就像阿滿有講的 我們不講美日安保 我們講過去的清華史嗎 美日安保 我們第一島鏈 我們周邊有事的國家嘛 然後大家為什麼會感念這個安倍 是因為他舉起那個標語 叫我們加油之外 他是圍堵中國 然後促成四方會談裡面 大家圍堵中國 而且他標示說要各國重視 我們臺灣在印太跟東亞的定位置嘛 那再加上再怎麼說 人家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 給我們疫苗嘛 我們水果賣不到中國的時候 被封殺的時候 他幫我們買水果嘛 那來人就奇怪了 你缺疫苗的時候 你說這會死人的 那人家送疫苗來是要救人的嘛 那那這件事情 蔡總統他基於國家元首 他做了一個決定 降半期 那偏偏有律師這時候 用這個法將 法條的這個去框 況且見仁見智啊 你認為他 他是幫我們副交嗎 他對我們臺灣有什麼 到底有什麼重大貢獻 那是你說的 我們認為說他這個風雨中 送疫苗來 我們去救人命 這個有的時候不是救法論法 救情救理來講 這樣辦 其實他只是一個表達一個 我們對他的感謝之意嘛 好啦 趙康先生也講說 民進黨蔡英文 蔡英文總統 他做就做 別忘了這邊講 他也認為人死為大 可是後面全部你看 我框起來 全部都在數落 安倍這不對 那不對 沒有沒有覺得是人死為大 那相對來講 你看朱立倫 我不認為那是國民黨有必要 有必要跟著拿槍跟著敗 但是做也沒什麼大大不會的 那他已經做了 那你們內部就把他又借題發揮 又把他這個黨主席重批一頓 那張亞中的文字還沒用的 像趙康跟橫柔柱 裡面又講到什麼清華 什麼你怎麼樣慰安婦 什麼那個靖國神社這些東西 那就是一個仇日的情節 民族主義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山道過去我們就看到那個 中國大陸有發生過 砸商店 那個仇日情節一旦被燃起來的時候 那不得了 那有必要在這個時候人家被暗殺 然後不過就是降個半期 那就算是朱立倫 你覺得他是蠢啊 那幹嘛拿槍跟著辦 你有不同的意見 那有必要 機關學校國民黨是 國民黨不是在所謂的機關學校 那個裡頭 你沒有必要跟著 他們是這樣講 不管怎樣 他們覺得 就等於說 因為朱立倫這個動作 把他們激出來了 把這些人 這些在國民黨裡面統派的 我們比較講親近統派 或者說比較仇日的 底子裡骨子裡的那種 滿腹的那種仇日情節 這樣砍開了 因為朱立倫這個事情 我們就近一點 我的結論是說 2008年就國民黨沒有團結過了 以前鬥來鬥去 你看洪秀柱跟趙康 以前是老新新國民黨連線的嘛 一個去新郎一個沒跟去嘛 那張宇宙更不用講了 以前他們這批人就是說 老李時代的主流非主流 時代的戰爭 現在又回魂了 那你說在這個節骨院 國民黨只有2008 政權你非拿回來不可 政權你非拿回來不可 但是現在越來 這個政權拿回來越來越遠 所以大家就各自為政 各自為政強調自己是最大的 自己最最存在感的 然後就開始就蹦 這樣每次就什麼事情 就一觸即發 那這樣子我請教 對你們國民黨有什麼好處嗎 沒有好處 那人家有加分啊 如果人家得民心人家加分 但是你們不只是扣分耶 我要把自己踩死了 我覺得國民黨每次都是這樣 小平要不要前導回應一下 前導我跟妳講 這個大家各有心眼啊 統獨了 獨乃蔡英文 童乃就剛剛光琴講那些人 今天這個半夜的時候 蔡英文門心自問 我談法 法理情 是法理情還是情理法 但是法理情法還是比情理大 而且法是建立在情理之中 社會風俗等等 法國在判決的時候 今天我們跟日本有邦交 即使他是謝倫的元首 我認為就該這樣辦 我們講法 你不能把情理超越法 好安倍我個人喜歡他的 我在節目表達 可是我喜歡他 以他對所有的台灣的貢獻 我們就一定要這樣辦齊嗎 所以說這個問題上 我心無止水 我覺得沒有很重要 好 那今天跟蔡 如果有朱立倫決定一個 我等一下講朱立倫 先講蔡英文再講朱立倫 那蔡英文做這個事 做這個事 真的只是像光琴這樣光明磊落 大家感謝他 也有操作的成分 也有統獨在裡面 再回來 那他這樣的辦齊 那國民黨不是所屬機關 不用這樣 朱立倫這樣就這樣了 我也沒有很贊成他這樣 可是問題他這樣了以後 那些統派不必群集而公知 這個機會 也可能不是為了這樣辦一局 而是要搞朱立倫 所以是一個很複雜 絕對不是一個 就是大家把事情講 這事情講不清楚 你知道 我認為這就是政治 可是一出來以後 對於國民黨就 就扣分 扣分嘛 就像你說做就做了 做就做了 我也沒有很贊成他這樣做 做就做了 你是主席你也尊重他一下 做就做了 而且他也有苦心嘛 當然有些人很多人仇恨 我再講 難道降半期只是統派 恨出綠倫嗎 中華民國派 有些也不高興 這個跨了光譜 不是 不是國民黨那一塊 綠的當然超高興 降半期 我講結果論 我都不談動機了 那可是這個降半期 因為扯到法 以及我覺得 中華民國派的人是喜歡安倍的 統派是討厭安倍的 你去參觀 去經過深圳 可是中華民國派 也很多 是不要降半期的 朱立文也不要降半期 蔡英文也不要降半期 這個道理要講得很細 要講清楚 可麗夫 這整件事情 一切緣起 當然就是因為在禮拜五那天 你說發生了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令人理解的 就是維安到底怎麼可能會出現 像這樣一些狀況 我們今天在節目裡面 把包括你說韓國那時候被罷免附近會 然後看包括雷根的那個時候 只要出現這種 你沒有看過維安跟隨附 是這樣的一些表現的 但他就是出現了 而這出現 好啦 現在回頭講說 那個那個兇嫌三上次也是因為 他他對同一教有意見 他對於那個聖獲 有人講他是因為很恨的是安心界 所以一路到現在 是這個樣嗎 我覺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先聲明一下 我打的是AZ疫苗 我打的是日本政府捐給台灣的AZ疫苗 所以我說一句話 就是說降半期的事情 其實可以不用爭論 很多人都打到了 是日本捐贈給我們的疫苗 那一段疫苗荒的時候 我覺得為安倍降個半期 我覺得大家都不用爭論了 多人都打到了 是日本捐贈給我們的疫苗 那一段疫苗荒的時候 我覺得為安倍降個半期 我覺得大家都不用爭論了 不要用仇日的背後親中拿來當你 國民黨內部為什麼會 就其實你說他仇日 你的看板上面 他告訴你仇日翻過來叫親中啊 所以立場沒有什麼變啊 親中仇日啊 他的翻過來就是親中嘛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朱立倫 自己要去解決的問題嘛 你跟美國講的 講的話人家就是說 我看你回來主席怎麼做 你到目前為止這些人都還是搞不定 還是形成國民黨藍營的複數嘛 所以你朱立倫要嘛 你就大聲請他們閉嘴嘛 你又不敢 所以朱立倫會被大家看小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啊 嗯